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之三 今天是9月16日 台股开盘在14602点 中场收在了14561点 跌了108点 而纵观美国股市而言 美国震荡收黑 其中道总指数收跌了近180点 是自7月14号以来 最低的收盘价 那在通膨的气氛 持续的围绕之下 美债殖利率走深 美元指数也是做上涨动作 究竟接下来美国股市 会是怎么样的来进行 又会如何的来影响到今日台股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 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光老师 主持人好 头听门大家好 那最近很多的就是 有关于升息 美元指数上涨的问题 导致于我们的台股跟道琼 纷纷在做一次的下滑 拉回的动作 那我相信呢 很多投资朋友在现在的心情 可能都是那么的恐慌的 甚至是怀疑股市的 但是呢 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希望呢 我今天跟各位做了这个报告 能够增加你的信心 什么样的信心呢 各位听我讲下去就知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呢 标准的开低走低 同一开盘开低 就一路走低上来 虽然在最后一个尾盘 有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但是呢 无济于事 也是无济于事 那最重要在哪里呢 各位 这是一个信心的话题 这是一个信心的话题 我们看这个地方 信心的话题 我们面带微笑一点 OK 我们看这个地方 好各位 我现在的画面 就保持这样的阶段 好各位 这个是今天的 9月16号 9月16号 这个是今天的 好 各位 这边有一个低点 那这个低点呢 就是7月12号的 好 我们再看看回来这里 各位 这边有一个低点 这个低点什么时候呢 这个低点是在109年 3月19号 国安基金宣告要进场的那一天 那国安基金 在这个地方宣告要进场的那一天 跟这一天 也是一样 是我们的7月12号 跌到了13928 国安基金宣告要进场的那一天 各位 记得这两个低点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那第一个 国安基金为什么要在 这个地方宣告他要进场 对啊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各位听我这样子说 好 第一个 在109年的3月19号 我们也受到了疫情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叫做武汉肺炎 后来他改为新冠如何之类的 好 那这个时候 国安基金在 从那个 我们台股从12000点 一路下跌到 8500 23点 8523 然后宣告要进场 就开始涨上去了 那涨上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国安基金从3月19号 一路到10月12号 10月12号退场 那在这个时候 大概也走了七个月的时间 也走了七个月的时间 但是各位 从这个3月19号 国安基金一路 做护盘的动作 一路做护盘的动作 都没有跌破他 要宣告进场的那一天 对不对 所以他确定 他在里面 一路做护盘上涨的动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但是在这个时候各位 3月19号的 3月19号 为什么我们明明 我们明明在2月份 3月份 也有新冠肺炎 也有武汉肺炎的 那个的话题 为什么我们的台股 没有掉下来 难道是 难道是全球各地的 那个防疫有功吗 各位不是 不是 而是那个时候的 美元指数是下跌的 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个地方 而那个时候的美元指数 它是下跌的 各位 这个是3月19号 美元指数上涨最高的那天 了不了解 所以他就从那个地方 一路下跌下来 所以不管是美股 不管是台股 他都不受到疫情的问题 就一路上去 所以不是因为 因为各国防疫有功 各位了解吗 是美元指数 就在那一天的 3月19号开始下来 开始下来 所以台股跟美股 就一路上去 好各位 再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 为什么我最近这几天 9月1号到现在 更多各位报告 美元指数 我们再看 再看下去好了 那到底我们台股 未来会如何 这个地方 我会跟各位做一个 做一个专业的报告动作 好 各位 这个地方 是7月12号 7月12号 13928 最低点 从1月5号最高点的 18619 从这个地方下来 从这个地方下来 跌到 7月12号的13928 各位 这个地方跌到了 4600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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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我再缩小 从国安基金 在109年的3月19号 3月19号 国安基金3月19号 授权宣告进场 10月12号 宣布退场 11月9号 初清持股 各位 在他11月9号 初清持股的时候 是13100多点 13149 充 好 13149 然后从8523涨到13149 各位 请问涨了多少点 4600多点 4626 都是4600多点 对 所以说各位 当初我在看台股跌下来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一直在讨论国安基金 要不要进场 国安基金要不要进场 国安基金要不要进场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心情就在想 到底他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做进场的动作 我立刻想到什么 我立刻想到了14000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在109年的时候 指数整理最久的是12600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前30年的例子新高 12628就是最高点了 所以就在12600多点 那个地方一直震荡 一直震荡 也就是这个地方 各位 这个地方震荡最久 然后 但是这个地方 关键出场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好 然后后来第二个 什么什么地方震荡 那个整理的比较久 各位就是14000点 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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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点位 叫做 14053 14053 109年的14053 那个是在12月中旬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个现在是12月15号 14053 也就是说在14000点的这个地方 它是整理的那个低点 好 各位这个是12000点 12000点 各位请问 国安基金基来在3月19号进场 10月12号 宣告要退场 11月9号 11月9号 出新持股 请问他们获利还是赔 当然是获利啊 获利啊 看这个长相就知道啊 对不对 但他获利多少 26000亿 多不多 很多 但是你知道他们用多少钱吗 就算他们用1000亿好了啦 也不过2%多啦 多不多 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 国安基金真的在做事 他不是为了获利进入这个股市的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要帮他拍拍手的地方 好各位 既然在这个地方到达出场点 都是4600点 这个地方跌下来 也是4600点 却在7月12号的这个地方 跌破了14000点 跌破了14000点 我再把这个弄小一点 13928 好 各位 7月12号的13928 跌破了14000点 12月9号 109年的12月15号 是14053 也就等于说 跟14000点 多了53点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假设是国安基金 如果我要再进场 我会不会选在这一个地方 再做一个进场点 当然会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是 前夕他已经做一个出场动作 在他出场持股 那个 促进持股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都奋发而为 然后把台股拉到14000 拉到14000 所以他也会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去衡量 假设只要跌破了14000 就是我进场的司机了 所以各位还记不记得 7月12号的盘中 在没有收盘以前 在没有收盘以前 那个时候的答案是 他不进场喔 他是晚上才宣告的耶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各位可不可以记得 到了晚上 7点24分 我才在 各大媒体 报章媒体 杂志 刊登出来 他宣告要进场 因为已经跌破了14000点 来到13928 各位 这个地方的收盘 也还不到14000喔 了解吗 好 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国安基金要宣告进场了 那这个时候 隔天一定会开高 一定会开高 但是开高不打紧 这个时候我在想的时候 开高的收盘 会不会跌破13928 如果不会 代表他去指 他去指吻了 各位我这样讲 可以接受吗 对不对 但如果到这个地方指吻了 我现在比较 相信投资朋友们 一定跟主持人一样 想要问的是 就是到了今天 还是始终在14000多点 做一个震荡动作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来讲 是不是一个另类的起涨点呢 老师 好 另类的起涨点 讲得很好 那什么叫另类的起涨点呢 各位 这一次我们的台股会 从8月16号 我告诉大家 停滤加1的时候 就那个指数 美元指数 就一路上升嘛 对 那经过了这一次的公告的CPI 大家也跌出了意料之外 然后这个地方也做一个震荡的 震荡的整理动作 但是美元指数还是往上走 那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是一个进场的司机点 各位 重点在这里了 好 我放大一点好了 我放大一点好了 这个是7月12号 假设以今年1月5号到7月12号 各位 这个地方算不算第一只脚 最低的 算哦 算哦 好 那现在到了8月17号 这个地方被拉回 被拉回的时候 各位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美元指数在最近 还在做一个利多震荡的动作 很可能我们的台股 会再做下跌 我这样讲不为过 一定会 然后这个头的下跌 什么时候会去做一个指纹呢 第一个 不能跌破7月12号的13928 对不对 否则 否则国安基金就脸上无光 否则我们就要去喝咖啡 13928 各位也可以看到 在7月12号那一天 是台股的最低点 近期以来最低点 也是台积电的最低点 所以呢 刚刚老师讲的这么多 除了脸上无光以外 那所以接下来 投资朋友们应该掌握的是 现在有人讲到说 12000 所以我们还是看空这个台股的 你怎么看 对于这个说法这么解读 有人说12000 我这边不予置评啊 那这个就是要看那个国安基金 要不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啦 还是说一万额的 你本身就是OK 好就这样子好了 那我的认为呢 这个地方是国安基金的防守线 所以说 会不会产生第二只脚的台股 台股会不会产生第二只脚 这个就很重要了 那如果说台股产生了第二只脚 在这个地方产生了第二只脚 各位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美元指数 产生了第二只脚 美元指数被拉回 这个时候的实践 是最漂亮的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的重点 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各位 你刚刚相信 相信我刚刚各位报告的 为什么我会在7月12号 除了这个手绘图 这个手绘图上面呢 其中几个东西 国安基金会进场 老师立刻当天晚上看到新闻 马上来发讯息给所有的会员朋友们 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让大家可以从这个低点的部分呢 平复一下心情 因为在这个日期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 我就已经算好 我要的位阶在哪里了 所以说只要跌破一万四 这个时候紧张的就会是国安基金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个宣告的动作 而在做这个宣告的动作 既然我可以去衡量到一万四千点的这个位阶 所以我也会衡量在国安基金宣告 他们要进场的时候 也会在一万四千点的这个位阶 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那果真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遇到了 遇到了美元指数 这个没有办法 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 你是总统也没有用 就是会被拉回 经济通货膨胀就是会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 去打好什么 真的被拉回 我们可以赚钱 那些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 你是无法扭短乾坤的 你就避开 好 重点来了 我们看这边 4月11号 我也告诉大家 台积电 它有K线败笔 就被拉回了 好 这个就不打紧了 如果我跟你讲 1月18号 我就跟你讲 台股一路向南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 我今天有准备一个VCR 是我1月18号的 针对台积电 针对台股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报告的 我说台积电 会不会拉回 那你如果认同台积电 它就是等同于我们的台股 台积电被拉回 你觉得台股会不会拉回 你看我1月18号 有没有这样子跟大家讲 那个时候还在高点 我们进VCR 很巧的是 我今天在看盘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它会不会跌破之前的那根下引线 哪一根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都661 1月18号 这个地方是661 就从这个地方拉上来 我心里就在想 会不会跌破那个661 那个时候的台积电 大概在676 675左右 那我想说 可能我想太多了吧 真的今天台积电会跌这么多吗 然后呢 我还是 我还是不死心 我还是往下继续看 然后就看到一路跌 然后来到670 然后在670到672 这个地方再做一个震荡的动作 最后670 我记得670 那时候的张数将近有2000张 结果呢 就被 倒货完毕 回到现场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提前在1月19号的时候 就已经跟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先前的来做一个告知动作 再来要跟大家讲的是 台积电啊 其实在近期啊 很多投资朋友们会想说 如果各位是看基本面的话 你假设各位是在1月的时候买的 放到现在不好说 也是赔钱的老师 好 赔钱的事情 我相信今天以前很多人都有在赔钱 没有关系 现在重点是 当行情来的时候 当第二只脚来的时候 当我预设跟大家 报告的那个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今天有很多的 很多的消息 都跟我这个一样 都跟我这个手绘图 各位 本来是这样的手绘图 各位你知道这个手绘图 怎么发生的吗 从我办公室到摄影棚 然后我走过来 我突然心里想到 我要跟大家报告什么 我要跟大家报告 最好的下半年产业在哪里 然后我就画了这个手绘图 然后这个手绘图呢 我今天呢 再把它做成一个比较漂亮一点 稍微有价值一点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各位 这个是7月12号 我们台股来到13928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 它掌控了两个 两个产业 一个是半导体产业 一个是电动车产业 那半导体产业 我们要以IC设计为出发点 然后再去看HPC产业 元宇宙产业 跟Apple加USB 那电动车呢 我们要看第三代半导体 IGBT二极体跟MGU 各位 我现在写的是这些产业 今天的报纸它怎么写 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今天的报纸 我把它整理起来 没有很多 三个而已 但三个全部都被我命中 台积电说 神山喊话 要早备车用今天库存 各位 电动车 好 第二个 鸿海联电 晋级第三代半导体 一个是工商时报 一个是经济日报 各位 电动车 六五三三金西科 传出飞上太空的好消息 自家的RIX5 它的架构产品 已经被客户导入 并被应用在欧洲的卫星 各位 MCU 连主持人都很清楚 那你会问我说 老师这个不是特殊晶片吗 没错 那个3443的那个 创意它也是特殊晶片 ASIC 那以六五三三金星科来讲的话 它是RISC-5 但是他们都应用到车店 都是应用到车店 所以这三个全部都在车店 全部都在车店 各位 有没有跟我这个地方的电动车 第三代半导体MCU 一样 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讲 那现在的车子 电动车 特斯拉 Apple 跟 鸿海 我们先看的是什么 特斯拉 所以各位 现在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那所以 这边有一个小额每加一 这边有一个小额每加一 现在的行情 如果会向上的 比较早的 都是小额每的股票 今天送给大家 小额每加一 所以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们 手上的股票呢 没关系 直接扫描萤幕上方的QR Code 书章到94888 BVIP LINE上来给老师呢 来做一个持股见解 那今天的关键字叫小额每加一 指的是股价还有在这个位阶 适不适合来进行买入 再次的提醒各位 由于时间剩下 最后一点点时间 所以主持人一定要提的是 6月22号 在那个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利多的消息 那那个时候 投资朋友们也会担心 但老师也是提前的告知各位 来做进场 布局元宇宙相关的股票了 有没有赚到钱 当然是有的 所以相信各位 如果持续的来收看 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帮我们输入 94888BVIP 或直接拿起手机 扫描荧幕上方的QR Code 输入今天的关键字 叫做小额每加一 那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下段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永城國際投顧 永城國際投顧 入匯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再次的回到股市戰國策 感謝各位的收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螢幕上發 我們上半段有講到小兒每加一 小兒每加一究竟是什麼老師 好的 在7月12號的時候 我送給大家是大的 對 現在我要送給各位小的 但我們現在要看看大的狀況 各位 我相信我的進場時間 我都在節目上跟各位報告過了 然後這檔個股的第二次的進場時期 是在8月11號 我們看這個地方好了 好 8月11號它在哪裡 我們看這邊 在這裡 好 這個是8月11號 在這個地方 那我什麼時候把它賣掉的呢 我是9月13號 我們看這裡 然後在賣掉的同時 在9月12號 我先為我的會員 幫我的會員做一個提前的一個準備 我要出場的動作 所以呢 我在9月12號 我就寫了一個訊息 上面寫說 3661四星 有些人是有拉高出貨的跡象 等我通知訊息 這個是9月12號 到了9月13號呢 我就再發給我會員 請963元 獲利出場 3661四星 963元 我們賣到最高 我沒有賣到最高 但是今天的股價 有沒有高於963 沒有 我們看這裡 我們看這個地方 今天的股價呢 最低呢 906 906 好 所以9月13號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這一天拉高 我沒有辦法賣到最高點 因為我不是神 但是我認為 8月11號的這一天的進場點 很漂亮 9月13號這個出場點 也不難看 也不難看 這樣子的幅度來講的話 上漲的空間 我相信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不會去貪心 我不會去貪心 這個地方我該停利出場 我就停利出場 因為都是 都是壓力區 都是壓力區 所以我不要去 帶著會員去 辛辛苦苦的 看到壓力區 就大家很緊張 到底要不要出什麼之類的 沒關係 我就做個決定 就掛一個963 做一個出場的動作 當天最高是973元 那今天呢 最低906 收盤908 各位 這個是我的操作方式 所以呢 大的送完了 今天送給各位什麼呢 加賴留言 小而美加一 所以還是要提醒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呢 3661的這個操作也是非常非常精彩 什麼叫做低買高賣 提醒各位 雷光老師呢第一次來操作的時候 7月14號送給所有投資朋友們 HPC加一 後面呢再進行賣出 也同樣是做一個波段 一個波段這樣上去 一路上漲也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如果想要跟上這樣的步伐 但是資金呢可能我們要控管 在有限的期間內 沒關係 今天的關鍵字叫小而美加一 螢幕上方的QR Code 或是15張的94888BBIP 記得要留下各位手中的持股 張數以及最重要的手機電話號碼 老師會一味一味的幫各位 來做一個免費的持股見解 那當然今天節目最後呢 還是要再一次的謝謝我們雷光老師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那來提醒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喜歡今天的股市戰國策 不要忘記幫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粉絲團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要記得打開喔 故事戰國策我們明天見 掰掰 掰掰 如果我們都會見到 還有更多的 還有更容易吧 我們所有會員